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自从2022年初以来,全球IC设计业者先前未确保产能,陆续与晶圆代工厂签订长约。 不过,随着下半年经济景气急转直下,半导体产业链库存飙升的危机不断扩大,IC设计业者面临下游客户价量大砍危机,不得不向上延烧焦虑,持续缩减在晶圆代工与风测厂下单规模。 实际上,IC市场上,11月已出现首例违约案例,全球笔电触控版IC龙头,一龙电子就宣布,会在第四季度提前解除,之前与晶圆代工厂签订的三年产能合约,并缴除违约金,加上市况低迷,营运沽在随意两平边缘。 与此同时,多家PC比重较高的中小型IC设计业者,正持续减少对晶圆代工厂的投片量或商议延后拉货,事况何时回暖已难预料。 有晶圆代工业者表示,终端需求不振,库存满仓情况超乎预期。 实际上,作为首家宣布终止长约的一龙公司,并非首家,已有数家中小型业者,向多家晶圆代工厂取消长约协议。 不过对台积电、联电或日月光等大厂来说影响不大,一众厂商最担心的还是主力客户动向。 以台积电来说,包括苹果在内、前十大客户,尽管尚未建取消长约赔款,但也都削减现有订单与延后拉货,且替客户备库存。 而联电则在意龙电开了毁约第一项后,虽然影响甚微,但不断传出,其余客户将跟进。 据了解,三星电子、联勇、瑞玉与联发科等尚未有动作, 由于着重合作关系长远,且看好景气黑暗期终将过去,长期需求成长,动能仍在,因此倾向长约延后执行。 而多家IC设计业者,想方设法将库存与损失,也已使得台积电、联电等,全数晶圆代工长产载盛世不在。 2023年手机产能利用率将为近两年以来低点。 晶圆代工业者预估,由于欧美、中国等市场需求低迷,年终旺季效应消失,估计第四季至2023年第一季将是此波景气寒冬最冷时刻,春天来临的时间点,则需等到库存去化完毕,需求回升。 预期2023年下半将稍微回暖。 市场大环境不佳,晶圆代工业者则将更多精力转向了修炼自身技术能力。 台积电为了帮助设计人员快速采用其先进工艺,最近针对其先进节点的EDA工具授予了一系列认证。 随着N3E、N4P先进制程节点和3D Fabric先进封装技术的发表, 新的和独特的设计要求必须进行新的认证,以确保设计人员的系统要求和台积电的工艺要求都得到满足,从而缩短晶片上市时间。 台积电一些最新设计解决方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 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技术诞生来满足各种设计需求。 尤其是台积电这一系列的高级流程,其影响相当深远,而且台积电授予的认证,对于帮助未来的晶片设计师产生相当大的作用。 台积电延续了更小、更高密度电晶体的趋势,此前已经宣布了其最新的制程节点N3E和N4P,以使设计人员能够跟上减小整体IC尺寸的步伐,为相同尺寸晶圆上的附加功能创造更多可用空间。 这两个节点都是现有技术的扩展,但与原始节点相比,效能更为增强。 N3E技术是一种300米增强技术,与以前的技术相比,在速度和功耗方面有了相当大的改进。 此外,在特征尺寸方面以自定义方式,实现FinFET的客制化自由。 允许投片客户在速度、面积和效率方面做出最佳权衡。 因此,台积电为设计人员提供了,名为N3E工艺变体,以提高效能与功耗。 N4P技术是一种4纳米工艺,同样是N4平台的延伸。 N4P工艺附加的P字母表示效能,与N5平台相比,效能提升了11%,比N4平台提高了6%。 N4P平台专为从基于5纳米的设计轻松迁移而设计,使设计人员能够近乎轻松地提高设计效能。 当然,为了避免摩尔定律的终结,台积电还为其3D Fabric平台工艺授予了认证。 该技术旨在将IC设计领域从主要平面视角,转变为三维体积视角。 借助3D Fabric,感兴趣的设计人员可以为他们的项目添加另一个全新设计维度, 允许使用台积电的细堆叠和先进的封装技术进行更广泛的集成, 同时在目标板上保持相同的占用区域。 尽管一些工程师可能对自身设计工作电路的能力相当自信, 但通常仍需要某种自动化或仿真来验证复杂的设计。 为了确保EDA工具不仅满足设计师的需求, 而且满足技术流程的需求,台积电成立了EDA联盟, 直接与EDA工具提供商合作。 EDA联盟由16个合作伙伴组成, 包括CADENCE、SIMENS、ANSYS和SYNAPSIS。 这些组中的每一个都提供自己的EDA工具与台积电流程兼容, 从物理验证到定时和电源牵合。 为了确保兼容性并缩短上市时间, 台积电已颁发认证, 向设计人员保证其EDA工具, 符合台积电的内部要求。 现阶段,台积电主要专注于为其高级节点N3E、N4P和3D Fabric颁发认证。 根据具体的应用, 某些EDA工具可能会提供改进的功能或更好的效能。 尽管EDA工具的产品数量很多, 但设计人员可以放心, 只要他们想要的工具经过认证, 就可以保证与台积电的高级节点配合使用。 随着摩尔定律不可避免的终结,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 高效能的高级节点和新的设计方法, 如3D集成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但是,如果没有适当的EDA支援, 设计人员的工作只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台积电直接与EDA公司合作的先例, 标志着自上而下支援网络设计领域的有利趋势, 减少了EDA工具的开发时间, 并允许设计人员尽快开始下一代设计, 而不必担心他们没有合适的工具。 在台积电大力加速认证自家300米系列节点之时, 苹果全新自研晶片M2 Pro有消息称, 将于今年年底开始生产, 由台积电代工,全球首发300米工艺。 据悉,苹果M2 Pro将是第一款使用台积电300米工艺的晶片。 苹果接下来要发表的14英寸、16英寸MacBook Pro机型, 以及高阶Mac Mini都将使用M2 Pro晶片。 此外,有消息称苹果M2 Pro晶片将升级重点大部分放在绘图方面。 众所周知,年终发表的MacBook Pro搭载M2晶片, 其单核效能比M1晶片快约11.56%, 而多核效能提升约19.45%。 业内人士认为,作为升级版M2 Pro晶片将专注于绘图方面, 这对于需要执行更高要求的影片编辑、 影片编码等工作的专业用户来说可能非常有用。 按照生产节奏来看, 新一代搭载M2 Pro晶片的MacBook Pro 将在明年苹果春季发表会上亮相。 如此一来,若2023年下半年, 消费电子能如期回暖, 在台积电N3系列工艺节点的加值之下, 全球首枚三奈米晶片的笔电 必然会引来一波抢购狂潮。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